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季时间26日下午 日本TBS电视台新闻特辑 播出了关于福岛和污染水排海的节目 节目中在回答 何时和污染水能够完全排放完这一问题时 东京电力公司危机公关负责人高乔邦明称 究竟何时能够全部排完和污染水 目前东电尚无任何具体计划 据早前报道 当地时间8月24日13时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和污染水排海 预计需要3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排放 路透社指出 首次排海工作将持续17天 合计排放约7800立方米和污染水 相当于三个奥运会游泳池的水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